记者刘冰全南投报道, 暑假开跑, 日月坛风景区进入旅游旺季, 今年日馆处特别推出勇闯日月坛三帖运动认证, 民众只要在日月坛涌渡, 自行车环坛, 环湖路跑, 或小百岳登顶, 茅兰山或投射后尖山, 参加其中三项, 并完成审核, 前800名就能获得特质奖牌与证书, 另外, 及起至旧月底, 评优游卡等电子票证搭乘台湾好行客运, 除了半价折扣, 还能想谈去店家优惠, 好行又好康, 日馆处表示, 环岛, 登玉山, 永渡日月坛, 是台湾人一生必做三件事, 而到日月坛游玩, 则不能错过自行车环坛, 环湖路跑, 登山健走, 以及万人永渡, 今年特别结合日月坛.com, Bike Day, 其想花火音乐家年华, 提前从暑假就开放民众自主体验三帖运动认证, 判从运动中深度感受日月坛之美, 参加运动认证, 只要下载手机乐活APP, 即此记录运动路线轨迹就能达成, 或直接报名参加三帖主题活动, 同样也能完成认证, 为考量万人永渡, 有人数限制, 无法参加的民众可另选其他单车, 路跑, 渐走等运动项目, 同样能参与认证, 活动直到11月20日至, 详情可上网http.com, 日管处也说, 从7月到9月底, 民众利用悠悠卡, 一卡通等电子票证搭台湾好航可运, 就可想办价优惠, 南投县内有日月坛, 西投县可供选择, 还可凭直本乘车证明, 到谈曲时, 祝航店家与游乐园享受优惠, 民众可多利用。